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首度由三位气象学家获得 上世纪开始研究地球暖化 一出警告 气候变迁是人类面临的巨大威胁 法国历史两年半调查 发现70年来超过3000名 天主教会神职人员涉及性侵 受害人数多达33万人 都是在教会工作期间 伸出狼状 俄罗斯把电影演员导演 送上太空拍片 两人身兼多职 导演兼摄影灯光工程师 女演员化妆服装全部自己来 将在博基太空站展开12天拍摄 脸书吹上人 前员工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 离职时带走上千页文件 执控脸书为庞大利益伤害青少年 希望国会立法监督脸书 南韩总统抛出禁食狗宣言 反而让传统市场狗肉摊生意变好 推移南韩传奇足球员蒲志欣表示 希望球迷不再传送吃狗肉应援歌曲 而釜山投入810亿韩元 打造宠物主题公园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头条我们要来看的是 在人类的电影史上 空前的太空拍电影 这个期待已经成真了 而且汤姆克务斯被人超前 太空确实是电影圈最新的战场 原来阿汤哥不可能的任务 系列的完结篇 确定跟美国NASA合作 要上国际太空站拍摄 结果直接超车的是俄罗斯 他在5号派出了女演员跟导演 就这么双人组合 送上了国际太空站 他们将在太空站 足足拍个12天 因为只有两个人 所以必须身兼多职 比方说装法灯光 全部是女演员或者导演自己来 他们升空之前 密集进行了一个半月的训练 拍摄电影取名为挑战 叙述一个女医师 被送上国际太空站 拯救太空人的故事 宇宙浩瀚无垠 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 升空亲眼桥上一回 随着民间太空之旅即将展开 好莱坞也蓄势待发 阿汤哥汤姆克鲁斯 明年7月将满60岁 仍然不断挑战极限 无论是亲自上阵 挑战徒手挂在飞机上 或是攀爬世界最高的杜拜塔 去年和NASA宣布 要在不可能任务完结片中合作 挑战国际太空站拍电影 没想到却开启另类的美俄太空竞赛 而且被俄罗斯正式超越 进入国际太空站 醒目的金色头发 37岁的俄罗斯女演员 尤利亚·佩雷希德 和38岁导演克里姆·彭斯科 5号这天成为首个登上太空拍片的组合 芯片就叫做The Challenge 目前还没有正式中文名称 但字面上就是挑战之一 他们将展开12天的拍片行程 描述一名女医师被派往国际太空站 救太空人的故事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为了这趟太空拍片任务 两人进行了一个半月的密集专研课程 无重力训练还算是小菜一碟 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连想喝口水都能够看到水珠漂浮的有趣景象 但之后的科士力训练就让人晕头转向 他们还要全副武装 坐上离心立机 真切感受到想成为太空人 体力 耐力都是考验 熬过了特训终于到了发射升空这天 在资深太空人西卡普罗夫陪同下 大神联合号MS-19太空船直奔外太空 一切的努力在5号这天水到渠成 但接下来的拍摄工作才是真正符合片名的挑战 两人除了要拍 要演还得身兼多职 经典的场景仿佛让人回到了星际争霸战影集 演了一辈子的寇克舰长 美国演员威廉·薛特纳 现在真的要上太空了 7月才亲自完成升空之旅的全球首富贝佐斯 宣布将进行第二次的太空旅程 10月12号起飞 威廉·薛特纳就在乘客名单中 在蓝色起源首次太空飞行中 唯一女性冯克已高龄82岁成为最年长的太空人 现在这记录也将由90岁的薛特纳来打破 曾经的侯克舰长如今有更重要的使命 期待12号离开地球 让影迷能看见他真正登上太空 今天编子新闻综合报道 就在人类都已经可以在太空拍电影了 但是面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 尤其是今年的极端气候 人类必须谦卑地承认 我们还停留在研究的阶段 这次诺贝尔物理学奖出炉了 有三个学者共同获得 而他们就是研究暖化 获得内布尔的殊荣 包括了美籍日裔的学者 曾国鼠郎 德国科学家哈斯曼 意大利学者帕里西 他们对于了解复杂的物理系统上面 提出了卓注的贡献 其中有两位 曾国鼠郎和哈塞尔曼 都是研究气候变化的专家 这是诺贝尔物理奖 第一次颁给气象学者 也证明了全球暖化 带给我们的威胁 越来越严重 手上拿着自己出的书 高龄90岁的曾国鼠郎 是今年诺贝尔物理奖 得主之一 今年诺贝尔物理奖 由美籍日裔学者 曾国鼠郎 德国科学家哈斯曼 以及意大利学者帕里西 共享殊荣 而非常罕见的首次颁奖 给研究地球暖化的学者 曾国和哈斯曼两个人 透过建立气候变化物理模型 来量化天气变化和更准确地 预测全球暖化程度而获奖 另一位得主则是 意大利的理论物理学家帕里西 他发现了 从原子到行星尺度物理系统中 无序及波动的相互作用 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 三人对于理解物理的复杂系统 皆有开创性的发现 这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很重要的 它仍然有些详细 我们必须理解释 因为我们必须理解释 了解释 但它是很明确的 世界气象组织最新报告就指出 气候变迁所导致洪水和干旱等灾害 正在增加 在过去一年中 世界各地都发生 因暴雨导致的严重淹水 造成数以万计的人流离失所 死亡以及灾难性的破坏 而这些灾害在未来只会持续下去 联合国便呼吁各国立即采取紧急行动 来改善水资源的合作管理 并扩大对于适应气候变迁 及降低灾害风险的投资 根据估计到了2050年 将会有超过50亿人 相当于全球超过六成的人口 都会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 小丑鱼宁莫开心地摇头摆尾 在珊瑚礁内穿梭 令人难过的是 在暖化家具下 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态 也将消失殆尽 一份历年来 规模最大的珊瑚健康调查发现 全球有14%的珊瑚礁都死亡了 从2009年到2018年 十年间丧失了 大约2.5倍大 美国大峡谷公园的面积 其中造成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人为活动导致的地球升温 这次诺贝尔物理奖 聚焦在气候变迁 凸显人类正在面临 地球升温的巨大威胁中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焦点转到 中国大陆十一国庆 七天很快就要结束了 放假的时候都觉得 日子过得特别快 今天到星期四 是中国大陆收价的客流量高峰 上海市区各种各样的场馆 包括科技馆 天文馆 全面爆发观光的人潮 那么以科技馆来说 假期前五天 游客破了十万人次 不过在假期当中 也有很多几乎是收入归零的 像是澳门 还有差一点没有收入的厦门 厦门因为本土疫情关闭 抓紧了廉价的尾巴 鼓浪雨在今天重启岛上观光 那么另外还有比较倒霉的游客 去新疆的时候 没有想到那里会爆发本土疫情 外面没有想到在假期当中 新疆出现了确诊 于是所有的人先全面筛检 取消了铁路跟航班班次 导致上千旅客滞留 那么最新的客流显示呢 目前馆内的人数 已经是超过了一万一千六百人 而同时刚刚摆上的参观指南 已经是差不多啊 都快被拿走了 馆内接待人数破万 外头还有一群人排队等进场 上海科技馆在大陆十一假期 前五天累计客流突破十万 许多人把握假期尾声 逛逛市区内博物馆 上海自然博物馆 也是人潮爆满 一票难求 提前回来的 还能在市区周边观光 不然就得塞在车阵里 10月6号 7号两天 将迎来大陆十一国庆假期 返程高峰 公路运输进入备战状态 现在路面上这个车流量是非常的大 到目前为止来重的车辆 这个数据也是和去年同期相比 是增加了12.9% 6号下午高速公路的车仇明显增加 但都要收价了 由于本土疫情 上个月关闭的厦门古浪雨景区 才刚宣布刻意解封 重新迎客 游客三三两两 因为古浪雨许多店家 还来不及准备 根本没开 更别提民宿 前期预定的都退光了 所以继续停业 除了古浪雨外 厦门还恢复开放7个景区 但到此一游的 几乎都是本地游客 尽管解禁 但毕竟疫情才过不久 恢复需要时间 而新疆则是在假期间 爆发本土疫情 截止到5号 有三名确诊 当地立刻启动 旅游熔断机制 大规模取消航班和铁路班次 预估有上千游客滞留 恐怕要等到核酸检测后 才能放行 同样也被疫情打乱一切的 还有澳门 即到都要哭出来了 澳门因为在放假前 爆发隔离饭店疫情 让临近的大陆珠海 升级通关规定 要求从澳门到珠海旅客 一律隔离14天 直到4号有了解透曙光 改称旅客池48小时内 检测结果 并且打过一针疫苗 就能免隔离 但没想到最后临门一脚 通关安排 现在站门织行 4号澳门发现 来自大陆的一名装修工人 确诊扣案通关 紧急喊咖 事后又验出装修工人的 三名同事也染疫 经过疫调 他们是和先前隔离饭店 确诊者有关 接连出现本土确诊 澳门直接宣布 关闭包括电影院 室内游乐场 网卡等娱乐场所 公务员暂停上班三天 所有澳门居民 限时在48小时内 再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截至6号早上9点 澳门超过50万人 完全采样 其中40.4万人 已出检测结果 均为音信 虽然疫情尚未扩大 但严格防疫规定 已让澳门彻底错失 这波假期经济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台湾前阵子超过台币 20亿的大乐透 成为市井最热门话题 而今天插播的新闻是 连杠了40期的 美国威力球 高达折合台币 200亿的投奖 开出了落在加州 而且是一注独得 幸运人还没有出面 但是中投奖的是 莫罗湾 过去也开过 1.5亿美金的彩金 所以是幸运小镇 台币200亿 不用玩鱿鱼游戏 也能一系致富 那就是靠着买乐透 美国最新一期的 威力球开奖 投奖高达6亿9900万美元 和台币约195亿元左右 结果一注独得 就开在加州海滨小城 莫罗湾 居民都乐疯了 因为这个人口 不过一万多人的小地方 居然出了一个超级幸运儿 尤其这一期的威力球 是连杠40期之后才开出 累计的投奖金额 是史上第七高 中奖几率是2亿9千多万分之一 现在他的烦恼是要一次领 还是分30年领取 扣税之后 还有近5亿美元的财富 都让居民既羡慕又垂心肝 有人好哀怨 笑说他只中了四块钱 而这张中奖的彩券 就是在当地超市买出的 不过店家非常低调 没有受访 幸运儿到底是谁 也还不知道 之前在莫罗湾 也有开出1.5亿美元的投奖 这一次又开出了史上第七高的彩金 恐怕会吸引不少人专程来买彩券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你有用脸书或IG吗 你会因为脸书跟IG的形象 而选择用别的社交平台吗 那就要看脸书这位吹哨人 前部门主管霍根 他带了这么多上千页的爆料文件 究竟能不能够撼动脸书 在市场上独有的魅力 他主要的诉求在前两天已经曝光了 就是他说脸书为了自己的获利 为了增加点击 对于任何有害 特别是对于青少年 身心有害的讯息 从来不过滤把关 他把脸书比喻为香烟公司 行销的时候强调对人无害 但实际上那里包裹的 绝对是有害的 脸书让青少年对IG上瘾 而IG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讯息 使得青少年容易自我否定 那么这位部主管指控 脸书的决策永远是让自己的获利 凌驾公众的安全 而他之所以爆料最主要原因 是希望美国通过国会立法 监督管理脸书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说法 脸书吹哨人霍根 周二带着上千页的爆料文件 前往国会 针对脸书旗下的Instagram 社群平台 对青少年造成心理伤害作证 霍根以脸书大档机事件开场 表明他认为脸书 对公众的伤害之身 过根将脸书比喻成香烟公司 行销时都说对身体无害 但却在不知不觉中 让青少年对IG上瘾 脸书近几年流失大量年轻使用者 甚至被外界嘲讽是 老人才会用的社群网站 脸书于是针对青少年进行研究 希望能找出头起所好的推播方式 结果报告却也发现 IG的内容会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 但脸书为了让人上瘾 依旧推播有害的内容 两党议员们尤其想了解脸书内部的运作和决策方式 过根的答案很简单 就是企业利益摆在公众安全之上 过根也为大众拆解脸书在面对平台散播仇恨和错误讯息指控时的应对战术 他们会搬出言论自由当挡箭牌 然后要大家相信网络安全和言论自由是无解习题 Facebook wants you to believe that the problems we're talking about are unsolvable You must choose between public oversight of Facebook's choices and your personal privacy That to be able to share fun photos of your kids with old friends You must also be inundated with anger-driven virality They want you to believe that this is just part of the deal I am here today to tell you that's not true These problems are solvable 霍根说他决定当吹哨人的最终目的 是要国会立法监督脸书 联罗创办人祖克博拥有企业的绝对掌控权 因此霍根认为他必须为所有问题负责 Mark holds a very unique role in the tech industry and that he holds over 55% of all the voting shares for Facebook There are no similarly powerful companies that are as unilaterally controlled and in the end the buck stops with Mark There is no one who currently holding Mark accountable by himself 霍根在上周日揭露自己吹哨人的身份 并接受电视台专访揭发脸书恶行的同时 祖克博却在脸书上分享与家人出海游玩的影片 听证会上议员也特别播放了这段影片 批评祖克博对事情蛮不在乎 霍根在脸书工作将近两年担任产品经理职务 负责监督与预防错误讯息 他在今年的五月离职 霍根拥有脸书经历 还能用简单清晰的语言条理分明的解释科技产业内幕 最重要的是能提出证据 因此爆料极具杀伤力 脸书也在听证会后立刻反击霍根 祖克博也打破了一个星期的沉默 发文反驳霍根指控脸书 以散播仇恨语言吸引广告的说法不合逻辑 国会两党在立法监督脸书议题上 已经有共识 他们还会再邀请霍根到国会 提供立法上的建议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欢迎回来继续Focus 10月份才过了6天 其中有4天 中共149架军机 侵扰台湾西南空域 连美国总统拜登都亲上火线 证实了9月他和习近平通话的时候 提到台湾议题 拜登要中方遵守协议 维护台海和平局势 实际上美加英日荷兰纽西兰 6个国家在南海将要联合军业 这刺激了中国大陆军机频繁扰台 在这星期的欧盟峰会上 欧中关系跟印太区域的安全 同时成为关注的焦点 这已经彰显出印太地区 成为地缘政治的最新热点 才刚进入两岸敏感的国庆十月 中方就一连四天派出总机149架战机 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中共军方大动作挑战台海局势 引发全球关注 美国总统拜登周二更青上火线 正时上月与习近平通话时 曾讨论台湾议题 强调中方应遵守关于台湾的协议 尽管拜登并未说明台湾协议内容 但白宫发言人莎琪 此前曾再次表明美方对台承诺 显示台海与地区的稳定 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大陆官媒新华社周二则发表评论 强调解放军战机选在十一期间 频繁在台海巡航 目的之一就是要展现解放军 在台海的全天候空中打击能力 借以威吓外部势力 中方此番说法疑似暗指 美国航母雷根号与卡尔文森号 以及英国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 上周六在日本冲绳新南部海域 展开的美英三航母大会师动作 美英两国航母之所以在冲绳海域集结 目的是为了备战接下来两周 在菲律宾海与南海海域进行的六国联合军演 包括美国、日本、英国、荷兰、加拿大和纽西兰 总计六国十七艘军舰 超过一万五千人参与这场规模超胜大 涉及防空、反潜、战术和通信的联合军演 这不仅是美英等六国军力展现 更凸显在中国军力持续扩张的现实下 印太地区已成为国际势力的新聚焦点 就连周三在斯洛维尼亚首都举行的欧盟峰会 都与欧盟与中国关系 以及印太地区为主要议题 而美国也趁机拉拢欧洲 派出曾在巴黎读中学深谙法文的国务卿布林肯 亲赴巴黎 修补因澳洲潜见合约纠纷而受损的美法关系 并敲定本月底 G20罗马峰会召开期间 由法国总统马克宏与美国总统拜登展开面对面会谈 布林肯周二还在OECD巴黎总部的演说中 积极表明愿意与欧洲盟友 携手巩固全球基于规则的秩序 美方在拉拢盟友增强自身力量的同时 仍积极维持与中方的对话合作机会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周一宣告拜登政府的对中国贸易战略时 就表明要保持对话不脱钩的基本态度 但戴琪也强调美方并不排除再加征关税 此外美国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 也将在瑞士时间周三 与目前搭击抵达苏黎世的中国大陆最高外交官员杨洁篪 展开面对面会谈 尽管苏利文与杨洁篪 今年三月在阿拉斯加的中美2加2会谈上 气氛并不融洽 但经过上月拜登与习近平的第二次电话会谈 双方同意共同避免竞争关系演变成冲突 外界期盼此次会谈能对两国关系的和缓带来注意 进一步维持台海与印太地区的和平 TVDS新闻综合报导 我们在新闻里面常看到很多的国家领导人 那么在民主时代许多执政者常常迎合民意 因此南韩总统文在寅这个举动变得很特别 他特别的去冲撞南韩一个长久以来的饮食习惯 吃狗肉 他抛出了禁止再吃狗肉的宣言 不过还没有进入立法阶段 这反而刺激了南韩传统市场里面的香肉摊 生意变得更好 很多掏客提前扫货 而南韩有位传奇足球员在曼联里面的补质心 他曾经唱过一首歌 那么球迷都用来应援他 这首歌里面大喇喇的提到韩国人吃狗肉 那么他说时代变了 希望大家别再唱了 他并没有鼓吹吃狗肉 我们就来看一下韩国现在各地依旧挤满了 韬客的补生汤馆 前曼联名将南韩传奇足球员不智心接受访问 对于球迷传唱应援歌曲内容提及韩国吃狗肉文化 首次说出行声 南韩总统文在寅9月底抛出禁食狗肉宣言 引发各界高度关注 动宝团体期待相关法案尽快通过 不过南韩传统市场里头的狗肉摊却是截然不同的光景 听闻总统要下禁吃令 韬客们大举出龙扫货就怕再也尝不到这一位 而市场另一头的补生汤馆生意也好到不行 吃狗肉是南韩传统饮食文化之一 劳于被民众深信食用以狗肉熬煮而成的补生汤能够常见补生 时至今日仍是夏季消暑盛品 不过南韩畜产品卫生管理法 其实从未将犬只列为工人饲养食用的深处 食品卫生法也并未将狗肉列为食材 南韩动宝团体因此主张吃狗肉是违法的行为 因为至今南韩人无法原依据能够合法屠宰贩售狗肉 时至极其难改 南韩中央长期以来取缔态度也很消极 而专门贩售食用全制的农场依旧存在南韩各地 且里头多半都不是以人道方式屠宰 引发动宝团体强烈反弹 最新民调就指出 约有49%的南韩人赞成进食狗肉 不过反对者也有将近四成 这场动物保育和传统习俗的拉锯战短时间内还不会落幕 文在寅仕途让南韩摆脱吃狗肉的骂名 也致力打造友善宠物的环境 经济到河滨公园最近为猫狗设置专用公厕 利用环保材料自然分解排泄物 南韩现今约有313万户家庭饲养宠物 占整体的七分之一 宠物市场逐年壮大 今年规模也来到3兆4千亿韩元 约台币795亿 预计2027年能够突破6兆大关 动保意识抬头 地方政府投入改革 也看准这一波宠物商机 福山市府近期就决议 投入810亿韩元 约台币19亿 要在5年之内 打造全韩第一座宠物主题公园 除了盖动物医院 还要和大学联手 开发宠物食品和机能玩具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事故屋是日本的专有名词 意思是在这屋子里面有人 因为自然或者是被迫的因素离世 而现在报道一开始就会发现 日本有房仲商专门收这些事故屋 那么也由于事故屋在市场上的卖向 普遍不好 所以现在日本社会出现了一群 被遗弃的租屋族群 就是日本的高龄租屋者 高龄独居 要租房屋 几乎房东都不给租 讲明了就是因为你的年龄 所以不适合当他的房客 而报道里面 在日本设定的高龄 租不到房子的这个族群 一过65岁 就成为难以租房的高龄族群 我们看一下日本这个特殊现象 求救电话响起 但这里却是一间房屋重建商 谢谢您的房仲公司 房仲公司名叫陈佛 陈佛是佛教用语 代表永离生死烦恼 在日文中也有着死亡的意思 竟有企业会取这么不吉利的公司名 但房仲业者一点都不介意 因为这就是他们的专门业务 日本的房产业不论是自然或非自然死亡 只要有人在屋内离世 住宅就会被称为事故物件 房价瞬间一落千丈 一般业者大多进而远之 不过这间陈佛却是专门收购事故屋 重新装潢后以拓盘低价卖出 非常高价格的提示 已经很困难了 任何人都没有提供 业者表示去年事故物件的咨询突然变多 每个月平均能接到一百件 而事故物件的激增 可以说是高龄化社会衍生的新问题 尤其疫情期间人们减少往来 多居老人死在家中没人知效 如同台湾 日本的法律也规定 房屋买卖租任时 重劫商必须依法告知 消费者事故物件的背景事实 而民间调查 超过七成民众不愿住进事故屋 事故物件在市场上的负面形象 也使得无可老瓜牛现象不断恶化 80岁的老奶奶只是想找个折风避雨的家 但因为独居老人 孤独死的几率太高 房东不想承担风险 索性不足 使得老年人老无所居 就算市面上有专门替高龄者 没合的防重商 市出的物件也不会太优质 玄关有人恐慨就算了 屋内有厕所却没浴室 实在很难 称得上是个家 根据房众调查 去年65岁以上的组者 四人中就有一人 因年龄被拒绝 无法减速的高龄化 难以发掘的孤独死 事故物件的问题远比所想的还糟糕 高龄者的安定居住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也让银法族整能安心的老有所居 TV新闻最后报道 接下来这个报道震撼全球各界 就是法国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 法国的天主教会在过去70年之间 预估有33万人在教会遭到性虐待 八成都是未成年的男孩子 甚至有很多都是13岁以下的男童 报告一提出 多名在教堂被神父性侵的受害者 包括法国的男演员立刻出面 血泪控诉 范蒂冈随即发出了声明 而法国主教也出面 向受害者郑重致歉 一张张报纸头版 将法国天主教会 过去70年来的性虐待内幕 公诸于世也震撼各界 因为受害人数庞大到超乎想象 假如把非教会的神职人员算在内 总受害人数预计攀升到33万人 这是法国天主教会的新年代 独立调查委员会 花了两年半时间 就1950年到2020年的受害者说辞 以及相关资料进行的调查 这份2500页的报告 还记录性侵者的人数 高达2900到3200人之间 当中有三分之二 都是在教会任职期间 伸出魔爪的神职人员 71岁的米蕾耶 和另一位73岁的马亭 现身报告发布现场发声 他们都是在青少年时期 遭同一名神父性侵 不过在这数十万的受害者当中 有高达80% 当时是年龄介于10到13岁的未成年男孩 报告法国演员马丁尼兹 在报告公布后出面发声 他表示自己在八岁时 遭一名神父性侵 至今阴影没有消失 另外这位萨维尼亚克 除了是协助调查报告的受害者协会主席 也是身受其害的其中一人 他在13岁的时候遭神父性侵 他指出 这惊人的数字 遭遇演变成系统化发展 并控诉教会不但没有采取必要措施 反而息事宁人 让受害者继续和加害者接触 而这样的情况 直到2015年之后才慢慢受到重视 特别是在教宗方济各就任后 致力相比神职人员的性侵事件 至于调查报告展开的契机 则是源自法国里昂的神父性侵案 证明现年74岁的神父普雷纳 在1970年到1990年期间 荼毒超过75名未成年男孩 直到去年获判5年徒刑 而备受争议的真实案件 也被改变成电影 如今真相曝光 除了陆续有受害者出面发声 身为法国天主教会议的主教负责人 则在发布会现场向受害者寻求宽恕 消息传回范蒂冈 教宗方济各除了对这些遭遇表示哀痛 并赞扬受害者的勇气 如今改革声浪再起 法国的主教会议在周二开会 讨论下一步行动 让骇人听闻的侵害案件 不要再扩大 来看本京环球影城被爆料 园区内一晚住宿 要台币一万两千块钱的 功夫熊猫主题房 非常的肮脏 画面一个个拍到 北京环球影城功夫熊猫主题房 刚开幕时就因为装潢配色 掀起讨论 近来又因为卫生问题 登上新闻版面 三个枕套六个水杯 全部没有更换 三件浴袍只换了一件 卫生间里三条浴巾 三条毛巾都只更换了一条 马桶盖的内侧没有清洁 会知道主题房都没打扫 是因为有部落客 用可以轻易洗掉的荧光印章 分别盖在床铺 马桶和被瓶上 结果隔天换人 再入住同一间房 发现痕迹 统统还在 北京环球影城方进行了回应 他们表示 我们对于视频中 所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视 这与我们一贯的 卫生标准不一致 一晚要价约合台币一万两千元的房间 被批评清理随便 超恶心 北京环球表示 已经启动内部调查 将根据结果进行惩处 同样是主题乐园引发议论 上海迪士尼是有游客 在排队时昏倒 送衣不治 上海迪士尼公告表示 十一黄金周假期 一名男子在创极速光轮设施 排队等候时 突然昏倒 虽然立刻叫了救护车 将人送医 游客还是不幸身亡 除了会对家属提供协助 也会配合相关单位 进行后续调查工作 TVBS新闻综合不斗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focus 全球新闻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by bwd6